才竟在运通 捷運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上午的三關破證 沒想到啊 調個電價 又把搭盤搭趴了 今天一萬五破了 那之前我有跟他提到 其實我覺得一萬五破是好的 一萬五破是好的 為什麼 與其撐在那邊 大家猜會不會破 乾脆就破 破了之後呢 再來看看哪些股票是抗跌的 哪些股票是相對弱勢的 大概就慢慢可以浮現得出來 未來的主流是什麼了 所以看到今天大盤 殺破一萬五千點 其實說真的啦 我不能說開心啦 因為很多投資朋友股票是套牢的 但是我覺得是個好機會點 那這個機會點當然啦 也許今天還看不太出個所以啦 但是很快的 我相信大概過中場以後就可以慢慢可以 秀出一點點味道了啦 那當然我們也知道啊 這兩天這個調高電價 哇 這個整個企業界啊 罵聲不斷啦 罵聲不斷 那當然啦 我不可否認了 我覺得台灣的店價在全世界來講 算是便宜的 倒數便宜的喔 你不要去跟那個什麼 日本那些比貴的 倒數來講是算比便宜的啦 所以調漲當然是有空間 但是我也覺得漲太多了 你說起車5% 漲個5到8 我相信都還可以接受啦 可是你一口氣哇 漲個15%誰受得了啊 尤其是針對這一些工業用戶的大 這些用電大戶來講的話 你可以想得到 成本增加15%啊 那他一定會把這一些 被增加的電費 全部轉嫁到他們的產品上面 那其實對通膨來講也是一個 我覺得啦也是一個惡性循環啦 大概是無解啦 也是無解啦 所以我個人的看法啦 這兩天的大點喔 其實是在抗議電價大漲 其實在抗議 你說外資賣超有沒有賣得很多啊 那誰在壓盤對不對 誰在壓盤 好啦當然啦 不管如何啦 我覺得漲是一定會漲的啦 這已經確定了嘛 所以我們就來看看就是說 藉由這一個調漲電價的利空衝擊啊 敢底會敢到哪裡 今天我來幫大盤算個命 等一下來告訴他怎麼算這個命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 目前來講怎麼預估量2600多億 今天是大量瞎殺喔 可是說今天是個實質的壓盤喔 有沒有看到 藉由這個大量來壓破15000點啊 所以說今天是個實質的賣壓 是確定是有的 可是相對的啦 我們就來看看就是說 當大盤殺破15000點之後啊 有哪些股票是相對比較抗跌的 有哪些股票是正在跌的 那當然大家有沒有發現到今天喔 像什麼台北亞核子龍股票啊 本來是算抗跌的現在在補跌 大家有沒有發現到 本來這邊還有點打底的跡象喔 現在變成補跌 還有今天弱勢的來講的話 包括像這個元泰 再高檔一直撐著 那今天也開始比較出現明顯的回檔 包括像這個高利 前面這一波都沒有什麼跌到嘛 現在出現補跌 然後呢 3494的成員也是一樣 這邊都沒什麼跌到 現在開始補跌 還有3653的建設 盤很久了 現在開始出現補跌 還有最近題材不斷的金香店 今天也出現大幅的補跌 6239的歷程 有沒有看到 這邊也是都沒有什麼跌到 現在開始出現很大幅的補跌 而且速度很快 還有像這個漢的也是 這一波反彈也還可以 但是今天開始也出現明顯的轉落了 好 可以看得出來 今天弱勢的股票啊 10至89都是呈現補跌的狀態 當然有一些還是持續破跌的也是有 那我就不再去提了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今天跌的股票啊 你說像類似像漢的那種股票 因為它並沒有什麼跌嘛 所以很容易就淪為什麼法人的提款機 還有包括像那個元泰也是一樣 這邊都撐著沒跌嘛 現在既然有利空來的話 那有的總是要賣點股票嘛 那股票賣怎麼辦 你就賣這種股票 所以你看這些相對本來抗跌的股票啊 反而今天就變成重災區 所以這種股票我建議大家 有的話先避開 有的話就先賣 有賺就先賣 那如果不小心套老的 就適合停順 我只能給大家這樣一些建議啦 那相對的今天你說有沒有搶的股票 勉勉搶搶啦 你看像這個萬海還可以勉強拉到平盤 有沒有看到就是一樣有弱勢股啦 但是可以發現到航運股的部分 你看像包括長榮萬海的話 就稍微有點在撐盤 在撐盤 當然一來他們也跌得很深啦 所以你說他們會這邊 會有沒有可能機會在這邊出現一個主體 當然要在觀察 這是不可否認的 這就是我要跟大家提到的 就是說今天大盤重挫 將近300多頂的當下 1萬5也跌破啦 今天就是一代大都14895嘛 所以可以想像得到就是說 在這種恐慌性的沙盤之下 還是會有一些股票 會走出不同的格局 這個就是現在我要告訴大家的 接下來的一個佈局的方向 慢慢慢慢你就會看得出來 但是不一定急著基金廳出手啦 當然如果說你今天 你空手的你沒有股票的 當然你可以選擇在目前來講 大家恐慌的時候進場承接 這個我們有意見少量可以 那如果說你今天不是空手的 但是你想攤平的 那當然我覺得可以稍微再等一下 慢慢慢慢的就可以看得出來 哪些股票可以買 哪些股票不可以買啦 所以我覺得不急於一時啦 好不好 這個部分就笑 再來跟他做詳細來探討好了 那我們現在來幫大盤 把個賣好了啦 什麼叫把個賣 就是說反正1萬5都破了嘛 之前我也跟他預告過嘛 這1萬5肯定會破的 我相信我在六七個月前我就講過了啦 只是說現在來講的話 因為他是慢慢跌慢慢跌 他不是一口氣崩掉的 所以這種慢性慢慢跌的這種格局啊 通常來講到比較類似像技術性的修正 這不叫崩盤 什麼叫技術性的修正 就是比如說你5千漲到1萬 1萬會漲到7千 這叫做修正 修正完之後再漲 這叫技術性的修正 如果是崩的話 就像我講的他不會有量的 你看最近打下來都有2千5 2千4的1 並沒有造成所謂的多頭串逃嘛 並沒有造成說都沒有人買盤嘛 所以我個人看法 這邊就是一個技術性的修正 那為什麼是技術性的修正 最主要還是在於說 我們就整個整體的基本面來看的話 並還沒有那麼糟 你說調漲的店家 對的確會衝擊到這個企業的獲利 那你說原油的部分來講的話 我相信以美國政府來講的話 他絕對不會允許這個油價這麼高漲的 他們一定會想辦法壓油價的 那其他的部分 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下 黃豆也是跌的 今天還是跌的 小麥也跌 玉米也跌 大概只有黃金稍微漲 稍微漲一下黃金而已 白印也是下來的 然後包括像什麼 棕櫚油也是跌的 可能我們沒有 我們台灣比較不吃棕櫚油 但是我看了一下棕櫚油也是跌的 然後橡膠好像也是跌的 基本上來講 就是說除了黃金略漲 原油略撐出之外 絕大部分的這些大宗物資 我們講大宗物資 絕大部分都是跌的 表示說這一些原物料 因為烏俄戰爭的關係炒高 那現在隨著烏俄戰爭 已經打了將近幾個月過去之後 可能有點炒不動了 所以現在慢慢面臨到 是一個什麼回調的部分 回調的部分 所以我個人的看法 這個全世界 因為烏俄戰爭 有稍微衝擊的一點點 就是對於這個通膨來講 有稍微去影響到 但是我個人的看法 你這麼高通膨的情況之下 肯定會對經濟的發展有所影響 所以一定會把這些 原大宗物資稍微壓下來 稍微壓下來 那壓下來之後 當然對於素環通膨會有幫助 所以說接下來的情況來講的話 全球的股市最有可能面臨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它不會立刻 它不會立刻完全呈現所謂的大回檔 它會隨著這些消息面的衝擊 先進入一個盤整的階段 然後會有一段所謂的怎麼講 會有一段磨合期 所謂磨合期就是說股市也跌了 大宗原物料也跌了 對不對 基本上所有的原物料都跌 加上股市也跌的情況之下 它會有一段時間磨合 這個磨合的時間 就是我們在講的叫盤整 那至於會怎麼盤 會不會盤出另外一波行情 那當然要很多條件去配合 那是我個人看法 最壞的情況應該大概就這邊了 所以說因為現在的這個跌下來 是因為有這些利空消息的衝擊 它不是莫名其妙的跌 大家知道 如果是莫名其妙的跌 那就可怕了 比如說今天也沒什麼利空消息 突然間大盤跌個四五百點 哇 那就麻煩了 這表示出發生了些 我們無法預測的情況 那當然那種情形就不太好 可是如果是之所以然 而所以然的跌 基本上來講 我們就可以稱之為 就這種測試 大家懂嗎 就是某人放個利空 來測試一下市場 到底是買盤強 還是空方比較強 藉由這種利空的衝擊來測試 這叫做技術性的修正 所以我覺得 如果是技術性的修正 那就好解了 最怕就不是技術性的修正 那既然講到技術性的修正 來 我今天有特別做的一張圖 其實這個圖我以前有秀過 但是我調整過了 因為上次那個圖做的時候 是在1月份的時候 我把它調整過了 調整到今天6月30號 這是周線 大盤的周線 那這一波來講的話 我們從8523來幫大盤 開始算命好了 從8523長到18619 你要知道這個算法 跟道琼的算法不太一樣 道琼之前我的算法 是從最低點開始算 6469這邊開始算 所以算法的概念是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先跟他說一下 因為從8523去算的話 只是針對這一段的修正去推估 但是如果你從更早之前的話 那就肯定測下來的幅度是更慘的 可能只剩12000點 我先以這一段為主好了 就我的判斷 從8523大漲到18619 剛好形成一個完整的五波 你看左深段的架構也是有的 那出深段的架構也是有的 那二四不輪替這個架構也是存在的 所以12345基本上沒有什麼大問題 那再來就是第五波量架背離 這個都會完全符合 所以基本上來講前面這五段 沒有什麼大的問題 那問題就來了 大家知道掌5回3是波浪的鐵律 聽清楚我這叫鐵律 這個鐵律是不能打破的 懂嗎 如果你把它打破的話 那波浪的意義就不大了 有沒有看到 一個掌聲結構必由五波所構成 五波135 這是衝擊一波 二四稱之為修正波 這些都沒有什麼大問題 這個就是一個鐵律先跟他講 那既然是鐵律 那我就必須要告訴大家 就是說 如果鐵律是不是能打破的 那我告訴你 如果前面這個五波 它走的是完整的 那拉回A 修正完之後會反彈B 懂嗎 這叫鐵律 見五必回三 見五必回三 所以今天我為什麼要針對大盤 這張圖來告訴大家 就是說 如果你認為大盤 前面這五波走完 這是周線 大家知道周線 判斷級別轉折 比日線準很多 月線還不一定比較準 周線一般來講準確度很高 所以說如果以周線級別來看的話 這邊掌完了五波拉回做修正 如果說這邊是鐵律的話 掌五必回三 那麼這一波的修正拉回 我們把它稱之為什麼 A波的修正 A波的修正 因為掌五必回三 那如果是A波的修正 如果修正完滿足點之後 我們可不可以熱觀的期待 會有所謂的B波的反彈 可不可以 所以我現在告訴大家就是說 根據我的測算 如果我們以周線的架構來看的話 這條黑色的半年線 144的MA這裡 有沒有看到 約在14590 今天最低多少 1489 哇 還差四八點 還差四八點 但是如果你用測算的方式 回檔0.382 因為從8523 漲到18619 漲到10096 回檔0.382的位置點 大概要跌到多少 14763 14763的話 距離今天的低點 都只差多少 差100點 差100點 那到底是會回到這裡 14590還是14763呢 我告訴大家好了 我的判斷 大概就是在這兩個點的中間 大概就在中間 也許會稍微跌破14500 也許不會跌破 也許會稍微跌破14763都有可能 這就是我的一個測算 那為什麼沒有辦法 給大家一個精準的點 最主要是在於說 第一個 因為最近的利空消息真的太多了 所以在這種非理性的殺盤之下 有時候那個點會要計算到很準 沒有那麼簡單 就像當初在算高點一樣 對不對 為什麼有人會算到2萬點 為什麼有人會算到3萬點 到底是一樣 但是現在算到幾點已經不是重點了 重點是什麼 重點就是說 如果這一次大盤壓回 就像我講的鐵綠 我先跟他講這叫鐵綠 鐵綠 如果今天你要把它打壞 那說真的 那我跟大家討論這個B波的反彈 意義就不大了 如果你不相信的話 懂嗎 那如果你相信 所謂波浪的鐵綠的話 那我現在就是要告訴大家 這一次的拉回 A波的修正完之後 我跟大家講好了 B波的反彈 肯定是可以非常非常期待的 也許會超過我之前講的 1萬1千4百多點的反彈 幅度都有可能 這是可以預期的 大家懂嗎 這是可以預期的 就是我講的叫技術性的修正 那當然如果你不相信 這叫技術性的修正 對不對 你滿腦子想說 反正老師利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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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相信 然後我不相信 那A波的滿足 那說真的 我也愛莫能助 你即使真的想規劃波段 好 比如說今天 你覺得說 我不喜歡做短線 我要做波段 那這個逼迫的反彈幅度 也是可以規劃一個波段 大家懂我意思吧 這個大家要了解 什麼叫鐵綠 這樣比如說請問一下 你喝酒可以開車嗎 老師我可以開 我只要被抓到就好 當然你要破壞這個規則 我也沒辦法 對不對 你說殺人會不會要 你不小心殺人會不會被抓到 就抓去關灰 有可能會槍斃 我只要沒被抓到就沒事 不要一直用這種 所謂是是而非的言論 去推翻別人 以前我在開課的時候 我就講過 如果你總是要用那種 所謂的特殊案例 去推翻那些個案的話 我跟他講 這樣你沒什麼做誤票 你贏我你就賺錢 就比如說高黨百里 要賣股票 地黨百里要買股票 到底是一樣 你硬要把它推翻掉 這樣你就沒什麼合了 大家懂嗎 就要比如說 我們從小到大受教育 為什麼要去讀書 我就不喜歡讀書 我就喜歡每天出去玩 那好啊 那後來大學 叫你找不到 對不對 你去應徵工作 人家就要大學畢業 你沒有大學的學歷 你找不到工作 你要怨誰 你只能怨自己 所以大家能了解到 股票市場裡面 所謂的鐵律 它不保證一定獲利 但是如果你不遵循這個鐵律 就比如說今天有可能我會錯啊 那錯在修正嘛 那萬一對了呢 大家有沒有想過 我當初在一萬八千點 我為什麼可以力排綜藝 叫你們全力做空賣股票 就是因為這邊有第五波的 就是什麼 陌生段的味道在了 只是沒拿出來跟他講而已 不然你吃飽太多 每天叫你們賣股票 對不對 大家記不記得 我在一月份的時候 對不對 我的證據每天都待在身上的 因為我知道有人不相信 有沒有看到 1月14號在2020年1月14號 務必把握 又見得起誘惑 把握反韓肩馬持股 1月18號 風中殘暑 提防震盪主流不明 短空應對 我那時候就告訴大家 短空 要開始做空 去弄五手 全中棄手 做多一勝做空應戰 你看1月19號 一直到1月20號 提防上升趨勢不守 做多任應謹慎小心 整整花了半個月的時間 這半個月的時間我問大家好了 大盤是不是剛好在1萬8千多點這邊 大概在1萬8千我這裡 有沒有1月初的時候 你們覺得我那時候提醒你 賣股票跟我做空我有錯嗎 沒錯嗎 那為什麼我真的要賣空 為什麼要做空 為什麼要建議賣股票 就是因為從大盤的波浪鐵率 這個去推算出來的 這裡肯定會拉回了嗎 好 那現在已經確定拉回了嗎 我們接下來只要去觀察就是說 到底大盤會壓回到 我講的這個14590 還是會壓回到14763 但是我告訴大家 因為這個區間值差不到200點 無所謂 二一天做五除以二 也大概就是在這個附近點了 所以就我的判斷 這個附近點說真的 反倒是應該要好好地整個代彈 迎接反擊 怎麼個整個代彈 我剛剛講得很清楚了嗎 今天我們要觀察了 不是去看那一些還在破底的 今天要看的是那些相對抗跌的 這個才是接下來的布局重點 大家懂了吧 好啦 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告訴大家 有什麼樣的股票 有機會類似走出這樣的格局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就是不要錯過任何一位名師 手機掃描QR Code 鎖定運通財經台頻道 24小時幫您解盤 城東東部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和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步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 回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貸經一定貸出 精選持股 持股其中 保證 貸經一定貸出 城東東東部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為您領先動心市場 穩借獲利 無往不利 城東東部 值得托付 022-2752-5868 2752-5868 城東東東部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和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步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貸經一定貸出 穩借獲利 無往不利 城東投付 值得托付 022-2752-5868 2752-5868 人生總會遇到許多風風雨雨 你可以不予理會 也可以提前防備 你可以一意孤行 也可以起身遠鄰 你可以釣魚清新 也可以起身小心 記得下載行動水情APP 協助你度過人生的風風雨雨 經濟部水利署 苦口婆心泥 好 要記得 我剛剛跟他提到的幾個重點 就是第一個 鐵律它是不能被破壞掉的 我覺得做股票的時候是這樣 我們寧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誤 如果做股票總是報紙說 真的假的 沒用用用用用 那說真的 你這樣子對做股票的認知 我覺得就太差了 這樣你就不想做股票了 你可能還比較適合去追高了 等到確定有行情人再去追 追到追高點不要怨任何人 只能怪自己 今天跟他聊這個議題的用意 就是要告訴大家 就是說當行情不好的時候 對不對 除了檢視自己手上的股票的去流 是很重要之外 我認為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說 想不想反敗為勝 因為股票市場它不會永遠只跌不漲 就比如說當初在1萬多點 1萬8點 我也告訴大家 它不會永遠只漲不跌 相對的 有多頭就有空頭 對不對 有大漲就有大跌 有盤頭就會有盤底 這是很必然的一個結果 這個誰都無法去改變 所以當大盤在壓回 在市場現在一片恐慌的時候 我今天為什麼要跟他講整個代彈 迎接反接用意就在這裡 因為我就我的判斷 雖然這個行情你要期待 所有的股票的大漲是不可能的 但是一定會有一些少數的股份 有一些少數的股票 它會慢慢慢慢地浮現出 它的一個什麼價值在 當然這個價值不是說 它一浮現出來就馬上大漲 不是這樣子 而是說慢慢地就可以發現到 它的市場性是比較被市場給認同的 資金也比較容易流入 那這樣子的股票當然買盤 持續地湧入的情況之下 你說它怎麼會跌 它就不太會大跌 你懂吧 也許會跌 但是不會大跌 所以記得這張圖這個部分 這幾天我會持續地跟大家聊 大家要記住 就是大概在14590到14763這個中間 我的推估 那如果真的達到這個點的話 當然距離現在還有大概400點 感覺一下 哇 老實說 四八點還得了 但是大家知道 其實400點哪有什麼 你看今天 噴噗噗噗三八點就沒有 對不對 沒有什麼 很快 這就是一種所謂恐慌性沙盤加速乾底 的一個部分 那當然我們可以看到今天 的確有些股票表現的 就是比較相對抗跌 你看像我們一直在跟他聊的 像玉京光他們有沒有發現到 今天也是跌 但是大家有沒有發現到 他的跌幅甚至於還可以回到平盤 他就比較相對抗跌 還有八塊像那個什麼 緊縮 你看這些股票其實都已經 基本上我認為都已經跌過頭了 我都已經跌過頭了 尤其特別像緊縮這種股票 當然我不是說 叫你今天一定去買它 我是給大家一個參考的方向 什麼叫參考的方向 就是說我們如何去判斷哪些股票 它比較有機會成為接下來的主流 但是這個主流有可能它還是怎麼樣 單兵戰鬥 它可能還是走自己的路 它不見得會把整個族群帶起來 但是大家了解到就是說 透過這種判斷的方式 透過目前尤其這兩天在壓回的過程之中 比如說你要做多的 那當然你一定要想辦法去買那些相對抗跌的 我不建議去買那些破底穿頭抄跌的 因為那個籌碼會太亂 我反而比較建議大家 此時此刻應該要去買相對抗跌的 大家懂的意思吧 絕地反攻不能靠那些破底的股票去帶 真正的絕地反攻必須要透過這種 相對抗跌的股票來帶 那麼這個盤它才有辦法穩得住 反而是那些創新低的破底的 反而會一直拖滑指數不見得是好事情 所以說給大家一個方向 大家懂得吧我剛才舉例了 當然還有一些股票慢慢陸陸續續的觀察 總而言之只是告訴大家 我建議大家整個代彈 你一定要隨時準備好出擊出手 至於買什麼股票當然每個人心中有一把尺 也許有人偏好低價股 也許有人偏好高價股 但是今天在我的認知裡面 我覺得不管你偏好高價股 或低價股或中價股 基本上來講 不要去買那些破底的股就好了 不要去買那些還在每天都創新低 漲一百今天春九十五明天春九十三 那種就不要買 那種就是還在一個跌勢中 還沒出現止跌 你現在買來你就去賭它明天會不會再跌 那何必去買它呢 買相對抗跌的也許現在短線不會大賺 也許還賺不到什麼甜頭 但是既然要買 就要按照我給大家的一個提示 買那些相對抗跌的 這個留在我們下午的部分 再來跟大家詳細做個報告好了 好了 那今天上午的節目 就簡單的為大家進行一個 盤勢的分析跟報告 我知道盤勢不好大跌 大家心情都不好 但是在這邊還是要提醒大家 越是不好的盤勢 越要冷靜去面對 千萬不要慌亂的手腳 那節目之後也一直說了投資本的操作 蘇利我們下午見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現在上Youtube訂閱運通財經台 任何時間任何地點 一機在手 走到哪看到哪 Youtube24小時 現場直播最及時 現在就掃QR Code 訂閱運通財經台 任何時間任何地點 讓您不再錯失任何精彩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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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集中 保證貸盡一定貸出 成通投庫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本您領先動心市場 穩借獲利 無往不利 成通投庫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成通投庫 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步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誠信 為公司引命主軸 第三保證 待進一定待出 精彩持股持股集中 保證 待進一定待出 成通投庫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待您領先動心市場 穩借獲利 無往不利 成通投庫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